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7月23日发表了瑞安布朗的题来《国防法案对俄罗斯和中国措辞严厉》的报道。 最终版本的2019年《国防法案对俄罗斯和中国措辞严厉》,保留了禁止美军与莫斯科合作的限制措施。 报道着,之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马克·聪恩·伯利公布的法案加扰,这项7,170亿美元的法案,不及与俄罗斯进行军对天合作。 资料图片,5月2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51票赞成,16票版对的表决结果,透过总额达7,170亿美元的201韭菜正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美联社这一禁令还曾出现在前几年的国防法案中。 然而在特朗普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赫尔新级会晤后,莫斯科提出要加强合作。 20日,国防部长马蒂斯致敬国会,说虽然俄罗斯应该为其咄咄逼人,破坏稳定的行为承担后果,但是国会授权国务卿蓬佩兰对从俄罗斯购买武器装备的国家的制裁是必要的。 报道称,马蒂斯说,这种豁免制裁的授权将是那些国家在继续摆脱对俄罗斯军事装备的依赖的过程,终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安全关系。 如果不这样做,就有可能使这些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投向俄罗斯,从而破坏使各国更密切配合美国全球安全和稳定构想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7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正在赫尔辛基举行会谈,美联社报道称,美国官员对于几年来与美国的防务关系日益密切,又拥有大量俄罗斯军事装备的国家有为担心,比如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 报道表示,一名熟悉国防法案妥协方案的国会工作人员对记者说,有人担心莫斯科试图利用制裁措施向其国际客户提供降价的军事装备,试图让他们与美国分手。 按照新的豁免制裁授权,购买新装备,如俄罗斯生产的S400防空系统,仍将面临潜在的制裁,而维护原有的系统,如购买俄制直升机的替换部件,则可以通过豁免制裁程序免受制裁。 美国官员表示担心,S400这样的系统可能构成威胁,并可能搜集有关美国和北约的军事资产的情报。 俄军S400远程防空系统报道上,该法案还则成马蒂斯,对美国与土耳其的关系进行评说,审查美国对奥卡拉的军售情况,一些国会议员试图利用该法案组织,像想要购买S400的土耳其交付F-35隐身战斗机。 不过,马蒂斯对此表示反对,报道称,这项达成妥协的国防法案,也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立场,呼吁政府出台战略应对北京在各个领域的活动,并加强美国与包括台湾在内的该地区军事伙伴的关系。 报道称,根据国防法案摘扰,该法案禁止任何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或中心生产的存在风险的技术,国防授权法案还禁止任何与美国政府做生意的实体使用华为或中心技术。 国会工作人员表示,与联邦政府有义务往来的公司,将有五年时间摆脱相关技术。 报道称,国会报告还显示对削减驻韩美军至2.2万元以下计划的拨款,除非马蒂斯证明撤军不会显著削弱美国盟友的安全,并征求了日本和韩国的意见。 来源参考